一個39歲印庸 去年在僱主兩母子的竹裏加料 被控意圖損害而施用毒藥等五項罪名 39歲被告在黃大仙延崇山的住宅工作 他的女僱主因為水腫問題嚴重 求醫之後知道體內含過量女鼓唇 翻看閉路電視片段之後 揭發印庸在去年10月分別在3天內 幾次在僱主和他兩歲兒子的竹裏 落地濕米蟲加料 藥物是一種女鼓唇 可以治療某些皮膚病 被告原本認罪 之後又說自己一心 即是想為僱主兩母子醫治皮膚 亦說不知道僱主因此有嚴重水腫 推翻認罪答辯 被告否認一項意圖損害而施用毒藥 同四項意圖使他人受損害而施用有害物犯罪